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商业插画第五讲 今天由我为大家继续讲解商业插画 咱们第五讲主要是讲插画的艺术风格 首先咱们先讲立体主义 就是1908年始于法国 立体主义的艺术家追求破碎解析重新组合的形式 形成分离的画面 现在在插画里面也应用的非常广泛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毕加索 其中最左边这张是梦 然后亚维农的少女 这个都是毕加索的代表作 他用极其极端变形和夸张的艺术筹发 在表现极形的资本主义 全部以为平地了 所以说当时西班牙政府为了就是做这样的一期 呃报道就让毕加索 委托毕加索画这么一幅画 然后其中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是当时有一个人从房顶掉下来了 这个是一个摔断腿的第一个女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战士 手拿着断裂的刀 然后这个是一个失去孩子的妇女 然后这个是一个牛 这个是一个嘶吼的马 这个基本就是画面的一个组成 这幅插画或者是这幅油画 他是就是战争时期最有力量的一幅 这个是没有之意 这个是最有力量的一幅 紧接着第二位值得一提的立体主义 先驱就是莱热 莱热他的话可能没有毕加索那么的就是知名 或者是说他没有像毕加索一样被很多人就是追捧 但是他也是创造了一个纯粹的一个集合抽象 或者是他的立体画派 对当时的工人和普通劳动者进行了歌颂 这个是他的整个的一个绘画风格 但是在现在看来 他的风格已经是被广泛的应用在插画或者是其他领域 其实在很多插画师画的这个风格里面 都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感觉 第二种就是写实风格 写实风格咱们可以先分成几种类别 就是摄影与写实风格 就是类似比较有摄影的味道 或者是说他有一定的艺术感的这样的一种写实 传统写实就是比较多样了 像左边的17世纪16世纪的安格尔的他的绘画作品 然后这个是罗东利的父亲是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这个是现代的一个写实作品 所以说他们都通称为写实 但是每个写实他的历史地位有不同 当时中国还处在 比如说都是那种文革的那种招贴画是吧 就是一切为了工人阶级服务的这种 都是这样的 然后罗中利先生他就画了父亲这样超写实 所以说当时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后就是超级写实主义 这样的话大概都是在 这个是冷军先生 中国的冷军先生画的超写实 他是真人大小 跟这个模特一模一样 跟就是照相机也一模一样 这些都是大概在两米或者两米五以上的这样的大画 然后这个是国画里面的一个写实 中国人看中国人怎么样的运用这种风格 然后彩迁写实 彩迁比这种风格 比如说像左边这张 他都是在两米以上的这样的大的彩迁作品 跟右边这个是一样的 包括随彩写实 随彩他能画的特别的现实 只不过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更少的去应用这种方法了 包括电脑里面的CG 他也可以现在用这种科技的手段 把需要表现的画面完全已经做得非常的立体 像电脑里的3D是吧 然后玛雅 他都可以就是做模型或者是手绘都是可以的 抽象风格可能是现在插画里面也比较常用的 但是插画可能更多的是 不会像抽象风格这样的特别的简洁 或者是难以理解 抽象里面又分成热抽象 热抽象就是以色彩为主 让有些感情出发 他的一些代表人物比如说像这幅作品 这一系列作品就是康顶斯基 鲍豪斯康顶斯基的作品 他的就是色彩造型比较多样 然后比较多元 包括波罗克是美国的一个抽象 抽象主义的大师 他就是基本就是在10米或者5米的纸上 就拿着颜料往上抹地点 就甩甩这些磨点 这个是德库宁作品 他也是大概的一个用颜色来对齐自己想法的人 然后冷抽象他就主要是以几何比较硬边的这种 这种色彩造型来进行这样的创作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像这个马列维奇的作品 然后冷抽象里面的蒙德里安的作品 大家这可能会比较熟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温抽象 他又处于像几何跟色彩同时在里面会出现的 比如说这个作品是吧 他又有硬边或又有几何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他又不会完全的这种特别的僵硬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其他非常色彩的东西在里面 包括罗斯科的作品 他也是 无论是抽象插画的材料和形式如何变化 然后本质都是一样的 这是油画做的 然后这个是电脑做的 然后这个是丙锡做的 所以说他们抽象起来的话 其实形式可以多样 然后都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内心 或者是用更为扭曲的方式 然后来表演这个艺术 装饰风格可能这个大家就比较感兴趣了 而且现在的插画更多的用这种风格来表现 咱们的就是整个的一个插画的里面的 人物啊风景啊 这里面给大家举例的这些插画师都是在世界上很有名气的 这个是在一个美国插画师画的 然后这个是非常时尚的这种装饰风格 其实他们都毫无意义 其实是感觉来非常好看 这个是威地马拉城 这个是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城市也因为它而显得特别有名气 这种奇幻的小风格 然后包括这种比较森系 然后比较也就是有装饰性的这样的插画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插画师 这是中国的插画师陈狐狸 基本就也是这种小水彩的森系 也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是在世界上都是特别受追捧的 漫画卡东风格 然后这个比较牛的是何加斯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创始人 就可以说是他是莲花漫画的先驱 以人物跟这种政治漫画为主 然后这个是各类的卡通 包括你可以做成这种小人物设定的这种卡通 或者是比较可以做成动画片的连载的这种卡通形象 或者是这种漫画 这个是兔子一千种死法 然后特别有趣 这个是丰子凯这种国外小风格 这种都是漫画风格 包括这种人物漫画 他都是可以夸张 是吧 然后这种混合台前的比较多 包括黑色漫画 现在也比较流行 可能是现在社会压力比较大 人们需要找到一个出口 所以说现在这种漫画也特别的流行 包括像这种连载的这种嘻哈猴啊 是吧 现在这种漫画在网上也特别多 都是一天一更或者两天一更 然后大家就可以从中这种小故事 然后逗大家一乐 然后比较牛的像中国的安妮宝贝啊 就是伟大的安妮啊 他们都做这样的一个插画 像这个涂鸦风格 现在就是特别的潮流了 首先它可以用在服装上 是吧 墙位上 基本现在比较牛的一些 或者比较时尚的一些地方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风格 或者是它的墙体 或者是它的就是屋里的装饰 都会有涂鸦的这种形式出现 幽默风格 这个一般都就时效性 比如都是当今线下的一个热点 他画一个这样的漫画来抨击也好 还是说做更多的这样的 这个社会引导 这种社会漫画 就是社会的这种压力啊 什么的人性 比如说这种可爱一点的 它就是完全是 逗大家哈哈一乐的这种漫画 超现实主义风格 这个一般都是为了表现 这个艺术创作的源泉 是吧 然后它一样更客观的 来表现这个世界 它一般都是用来反映 超现实空间的 这种时间空间的永恒 给人一种 对宇宙和人的一种 相互连接的矛盾 然后它又很真实的 深层次的探索和表现了 这个世界 就像达利 就是这一方面的先驱 最后一个咱们可以讲一下 是民族风格的插画 这个在当今也是特别流行的 尤其像现在这两张展示出来的 就是它可以用用圆珠笔 或者是采迁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绘画工具 把民宿的东西都展示出来 尤其是咱们当下的中国 有很多特别好的一些民族文化 比如说像西安的这些 马哨是吧 然后农民画 都是能够特别的延展出来 包括这样的 就是吉祥画 这种过年的这种 这种门神啊 对吧 它都是很好的 可以拥有在插画里面的 现在也是像金玉莲谱这些 都是可以用 所以说咱们都可以运用这种 这种民族的风格 把自己的插画丰富起来 这节课咱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种 简单的基础训练 能够让大家更深入的在线下 和在自己家里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然后把它达到一个 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这样 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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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